在亚运会的首场比赛中,中国男篮红队最后凭借广东红远后卫赵文睿,在最后一分钟,独拉独四分一篮板一场段,最终非常惊险的两分,赢下菲律宾队,取得开门红。 但这场比赛打得这么惊险其实很不应该,虽说菲律宾有他们的规划球员克拉克森在,但因为此前在世界杯日选赛上,菲律宾队多名队员因为军欧北竞赛,没有随队争战亚运会。 就这么办之菲律宾队,却给了中国红队,带来了这么大麻烦,不得不说中国红队确实做得不够好。 这场比赛比较满意的有周琪,王哲林,阿布杜沙拉木,赵瑞这四人,他们都是得分上双。 不过与这四人相比,北京首钢的新核心,上赛季在CBA大杀四方的方硕却全场迷失,死投零众,竟靠罚球得了两分。 赵瑞在最后时刻读得四分不得不说,方硕在俱乐部和国家队的差距胜打。 在CBA它是首钢队的核心空位,尤其是在17-18赛季后在首轮面对辽宁队的这个系列赛上,方硕的风头甚至盖过了亚洲第一后卫郭艾伦和本土第一空位赵季伟,依靠着方硕的出色发挥,北京首钢差点把辽宁队拉下马。 而方硕在17-18赛季,也打出了场子15.4分3.18和4.8助攻非常全面的数据。 更为难得的是,方硕在北京首钢还有一颗大心脏,屡屡在球队最困难时期投进关键三分球。 而且方硕三分球命中率很高,上赛季也有37%的命中率,这几年的三分命中率保持在4成左右。 所以方硕为很多球迷认为,他在国家队应该获得更多机会。 方硕在北京首钢的球队核心,也正因为方硕在CBA的出色表现。 在亚运会开打之前,由于红队的核心后卫,因为在与国傲的训练赛中不幸受伤无缘亚运会。 而这时,大家想到接替赵季伟的第一人选,就是北京首钢新核心方硕了。 不过方硕却没有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 在先是在4倍对阵科罗迪亚的那场比赛,方硕上场接近24分钟,一共输手了9次。 但仅仅命中一记三分球,得到3分2板2助攻还有两范围和两次失误尴尬数据。 而在第一场对阵突尼斯的比赛中,也仅仅是得到6分0篮板,0助攻0产断一失误数据。 这完全不符合方硕在CBA的核心水平。 方硕在国家队表现实在是惨不忍睹。 不过就算是这样,还是有不少球迷还是对方硕抱有一丝幻想。 因为方硕是对阵国际比赛才打的之数,而在亚洲赛场应该会有所逃转。 不过在亚运会上方硕并没有得到领难的信任。 他是三个后卫中出场时间最少的球员,同时也是得分最少的后卫。 在对阵菲律甸的比赛中,方硕上场14分钟里没有中投,只是在外线是投了4次,但都弹簧而成。 最后只依靠罚球得了2分。 像方硕这种窝里横的球员,还有本土第一中锋哈德军,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 看看来自广东宏远的超级星,新赵瑞,虽然在前面39分钟也是表现很一般。 但在一分钟爆发,带领中胡红队祭败菲律宾取得开门红,其实像方硕这种在俱乐不能大杀四方。 来的国家队却是惨不忍睹的球员还真不少,如CBA三届MVP球员唐正东,深圳前锋固权,也都是典型的代表。 而在CBA有着本土第一中锋的韩德军,更是在四杯场军得到四半米失误的尴尬数据。 大家都把这些球员称之位是只能摸离合,在面对本土球员时,会有很大优势,带来的国家队后,却完全打不出来了。 以后国家队却人,向方说,韩德军,股权这类球员真的不用带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感谢观看